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雄事件在中苏关系发展当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原来中苏之间是有一个分工的 上次我讲过就是苏联共产党它负责欧洲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负责亚洲的事情 但是伯雄事件以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干预欧洲的事情 这个问题的主要的作用主要的影响在这里 那么要了解这个情况 我们先要知道中国跟苏联关系的变化 苏联和东欧关系的变化 以及中国和东欧的变化 这个三角关系的变化 从这个苏工二十大以后 因为上节课咱们讲到 因为批判斯大林问题在苏联共产党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这种思想混乱 因为中共的出面解决了很多问题 特别是发表了论无产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以后 很多苏联共产党 包括东欧的那些共产党都认为 毛泽东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于核鲁晓夫 高于苏联所有的领导 当时 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 俄国学者讲 说当时在苏联党内内部都流传了一句话 说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说赫鲁晓夫就是个种玉米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赫鲁晓夫他从美国回来以后 他说 为什么苏联产量这么低呢 说咱们没种玉米 说你看到美国到处都是玉米 那美国玉米产量非常高 但是他不知道那玉米都是为牲口的 结果回来以后呢 他就到处推广种玉米 在全国 赫鲁晓夫应该做两件事 一个是开垦处女地 第二个就是种老玉米 所以他种玉米很出名 但是马列主义水平确实不高 到了这个五六年下半年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几个大学 苏联几个大学 包括莫斯科大学 凡是要考哲学 考哲学博士的 必须要看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否则的话没有资格考这门 这个考试 所以可想而知 当时这个中共的和特别是毛本人的那个 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呢 在苏联人 苏联共产党和中欧国家当一个 有这个心目当中是有很高的地方 克鲁晓夫呢也是感到自己有点无能为力 对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 所以呢 他去世也听毛泽东的 那么下节课我们会讲这个莫斯科会议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也就是因为 因为中苏关系这样的一个 就是 本来苏联是老师 中国是学生 现在走到了一个平等的地位 所以 这个波凶事件一发生 何鲁晓夫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毛泽东帮忙 那么波凶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呢 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呢 因为批判斯大林 批判斯大林呢 除了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对东欧的这个 这个东欧党的政治结构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1948年以后 就是苏南冲突发生以后 这个 这个斯大林为了要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建立起这个 呃 苏联的和他本人的权威 他改变了过去的一些说法 因为过去他怎么讲呢 呃 这个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为了要和美国合作 所以斯大林推行了一套联合政府的这么一个政策 就让各国共产党都要和这个其他的政党联合组织的政府 那么在这个理论的呃 呃 这个政策的这个前提下呢 他推出一个理论叫做民族社会主义 就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们都不要都学这个苏联搞一党专政 搞无产级专政 你各国有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啊 这个呃 议会民主制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 这个君主立宪制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 那是四四年到四六年斯大林的说法 但是冷战发生以后 特别是苏南冲突发生以后 斯大林改变了这个说法 说通向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 就是走苏联的道路 谁也不许走别的道路 所以他就在所有东欧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大清洗 那这个研究啊现在比较弱 嗯 但实际上 这第二次大清洗 比这个二三十年代 斯大林在苏联党内搞的那个清洗 还要厉害 破级面还要大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都有受到这个 惩罚的 大部分都给枪毙了 你像这个杰克斯洛伐克斯兰斯基那总书记枪毙 保加利亚克斯托夫那的总理枪毙了 匈牙利拉伊克总理枪毙了 这个哥摩尔卡算最好的 是下了监狱 也没杀了他 随着这些领导人下台呢 他就把一批这个主张民族社会主义的 主张这个走自己的国家道路的这样一批领导人呢 都给打出去 而这批领导人呢 主要的是原来二战期间的在本国 在本土坚持这个地下斗争啊 或者武装斗争的这样一批领导人 到了1952年这个苏共十九大的时候呢 这个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已经都换了一茬 上来这批人呢都是这个跟跟随斯大林跟的比较紧的 这么一批人 当然这里边也有他们自己党内斗争的互相压榨 党内斗争的这个这个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一批人呢被压下去以后呢 当然很不服气 所以斯大林一死 特别是一批这个二十大一批斯大林 这一派一下就付出了 这样子就在东欧各国党内 形成了党内两派力量之间的这种斗争和冲突 那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波兰和逊 中文字幕提供 波兰呢 波兰呢主要是这个贝鲁特突然去世以后 究竟谁来接替他这个总书记的位子 当时呢 当时呢波兰党内的也是分两派 一派是比较亲苏的 一派呢就是比较坚持这个民族主义的 后来继任的这个人叫奥哈布 奥哈布是个中立派 大概这么一个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亲苏的这批人里头呢 主要的有一个就是洛克索夫斯基 洛克索夫斯基呢他原来是波兰人 但是后来他这个他就逃到苏联去了 逃到苏联以后呢 后来慢慢在苏联红军当中呢成长成为一个元帅 后来带领这个一个方便军呢又打回波兰 那么这个时候呢到1944年11月的时候呢 斯大林觉得你呀还是回波兰比较好 所以就让他回去 但是他他不太想回去 因为他已经入了苏联籍了 后来对我打着一个条件说 保留你的苏联国籍 他回去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而且他担任国防部长 当时波兰军队当中的主要的高级干部全是苏联人 都是他安插的这个这个从苏联顾问留下来的啊 就这么一种就部队的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人的手里头 但是这个斯大林去世以后 特别是苏共二世大这个以后这个哥们尔卡就给放出来了 从监狱 一下就成为这个改革派的这个一个一个核心人物 所以这个谁死了以后啊 这个贝鲁特死了以后的很多人就要拥戴他来站出来 当这个总书记 那么这个时候就双方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冲突 那么到了这个十月份 因为九月份开八大的时候 奥哈布曾经这个和中共谈起过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呢中国没有参与意见 所以他回去以后奥哈布这个人呢本身比较软弱 所以他一看大家都比较拥戴这个哥们尔卡 他就决定让位 那么要开他他就叫这个这个八中全会吧 在那个会上呢就要选举新的政治军这个这个成员和总书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苏联大使就感到有点危险 所以他就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 他说波兰党内可能要发生政变 一旦这个哥们尔卡上海可能就会脱离苏联 他说的非常严重 这个赫鲁晓夫就感到这个事情比较大 所以他就要求你们开这个 开始先写信说你们先不要开这个会 这个什么时候开等我的通知 但当时那种情势 东欧各国的那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已经明显的上升了 所以人家就没搭理他 说我们开会干嘛要听你的通知 说我们还是要召开 说都已经安排好了 然后赫鲁晓夫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等着这会我去参加 结果那个哥们尔卡他们也没等他 说我们还是要照18号要开会 这赫鲁晓夫就有点急了 所以他就布置了 预先布置了部队 这个要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呢他18号的时候给中国打了个电报 说波兰那边出事了 他详细这个电报很简单 就是说他们这个有些问题我要去去处理 那么到了18号 这个黄晓夫带着华沙条约国的组这个参谋长 带着这个苏军的总参谋长一个大代表团 一大汪人坐飞机就去了 坐飞机去了 到了那个华沙上空 人家不让他下来 说事先没接到通知 这赫鲁晓夫在机场转两圈 说我已经就在你们上空了 那哥们尔卡说那也没办 好吧那你下来吧 说这边呢就会议暂时终止 就他们一群领导人就到机场去接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下了飞机破口大骂 其实他那会儿他不认得哥们尔卡 不知道谁是哥们尔卡 谁是哥们尔卡 哎呀你们咋就 你们要走一上绝路啊什么 臭骂他一顿 那哥们尔卡这个人呢是比较 他头脑比较冷静 虽然他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还是比较比较强烈 但是他知道跟苏联闹僵了 对波兰没有好处 所以他在党内其实很压制这个 压制这个这个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 然后就把这个 赫鲁晓夫一行请到国宾馆 说我们那边会议呢 就暂时终止咱们先谈 所以那边呢 大家都在等这个消息 说赫鲁晓夫来究竟谈什么 然后他们就在这开始两边就会谈 吵来吵去 这方面的材料呢 现在俄国档案没有找到 就是这个18号会谈的 谈了一天 但是这个波兰档案里头 有很多这方面的情况 就哥尔摩尔卡自己做的记录 还有其他的这个波兰文的档案 大体上这个谈的嘛 主要是哥尔摩尔卡跟赫鲁晓夫解释 说这个即使领导帮子更换 那我们也不是要脱离苏联 也不会脱离这个划沙挑约国 也不会脱离社会主义阵 但是苏联和波兰之间 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否则的话这个人民的情绪 你无法这个这个把它平息下去 这里包括这个苏联顾问的问题 波兰军队在苏联的掌握当中 特别是你说我们这国防部长是个苏联人 这个大家都觉得心里很别扭 所以决心要把这个这个洛克索夫斯基给拿掉 那这个当然赫鲁晓夫就不愿意嘛 双方就弹来弹去扯来扯去 这样到了晚上的时候 这个哥尔摩尔卡听到消息 说苏联军队 因为当时苏联在波兰是有驻军的 就说苏联军队已经在向华沙移动 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洛克索夫斯基呢 也在给赫鲁晓夫通消息 说这个波兰军队我已经全给控制住了 不会有任何行动 但是还有一支内卫部队 内卫部队就相当于中国的武警 武警部队 说这个武警部队不在他的控制之下 结果波兰的武警部队出动 保卫华沙 这样子就很可能造成一个 波兰的武警部队 跟苏联的驻波兰军队的 那么一种军事冲突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哥尔摩尔卡也马上布置 因为这个消息后来传出来 传出来以后 这个华沙的市民和工人呢 就都上街了 还有传说说发了武器 但是这个我没看到具体的档案材料 总而言之是群情激愤 要保卫华沙 这个形势呢就弄得非常紧张 那据赫鲁晓夫回忆和哥尔卡的记录呢 到晚上他们俩呢 他最后是达成了一个妥协 就是苏联不干涉波兰政治局的选举 波兰呢保证不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不脱离这个华沙条件组织 部队停止军事行动 这个危机呢就缓和下来了 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到波兰去开会的时候 他们波兰很多学者都认为是毛泽东制止了 和鲁晓夫的这个行动 后来我说那你们有什么根据呢 他说因为当时这个在华沙大街上有那个很大的标语 说同志们不要怕 毛泽东是支持我们的 你看后来我在外交部大案馆确实看到这样的材料 就是当时18号那天晚上华沙大街上是有这个这种口号 另外他们说呢 我听这个这个波兰学者说 也有这个当时当时党内就有传闻 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支持波兰的 所以不要怕所有 但是我研究这个问题我查了半天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中国在在这次就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停止 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这个问题上 其实中国呢没有发生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 为什么呢 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是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他那个18号他走之前给中国那个电报没谈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更没有提出说他要那个那个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中国并不知道他要采取什么事 18号晚上的事情呢 19号外电有报道说有苏联军队包围华沙了 这个是在19号的这个西方的报纸上有这个消息传递 就传出来 那么这个消息经过翻译在新华社作为内参报给中央的时候 已经到了20号了 20号这个事情都平息了 这个时候毛得到这个消息应该最早是在20号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分析不打开 所以我分析不打开 后来这个苏联处理波兰事件 后来这个苏联处理波兰事件 中国确实起了作为 是 赫兰晓夫回来以后开会商量这个事情 说这个波兰事情到底怎么办 当时呢也还是存在着一种 可能把部队再派回去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他们在等这次会议的结果 在这个时候呢 赫兰晓夫再次给我们的毛打电报 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派人到莫斯科来 他感到自己很难处的这件事 而且呢他还请了这个东欧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像杰克斯洛伐克的啦 东德的啦 他请了那么两三个 这样这个这个时候 当然毛已经知道这了解这个情况了 是这个波兰危机 赫兰晓夫准备动用武力 所以这个中共中央开会商量这个事儿 决定派刘少奇去 去的原则呢就是第一 你要这个批评赫兰晓夫的大国杀文主义 你哪能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动武啊 这个不行了吗 但是第二你还有一个任务 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你不能让这个苏联跟波兰分裂 这样分裂的结果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利 所以刘少奇呢就带着这两个任务去 23号到达莫斯科 赫兰晓夫是非常热情的到机场去迎接了这个刘少奇 而且一路上跟他诉苦 说这波兰人哪真没良心啊 我们给他帮了他多大的忙啊 什么帮了他解放没粮食 我们给他粮食又帮他这个 就说翻脸就翻脸 现在又把我们这个什么国防部长要给撤了 怎么要打击亲苏派呀什么什么什么 讲了半天 那林少奇呢就按照这个中共中央商量好的这个这个原则呢 跟他谈了 苏联却有大股沙文庄的错误 对兄弟党啊 指手画脚啊 这个强迫人家接受你们的观点等问题 说了他一遍 但是呢我们这次来呢 主要是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要防止社会的这种发生分裂 所以第二天24号 他们刘少奇参加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呢 大家决定 在会上这个刘少奇也也也也谈了毛的意见 就是对波兰 呃党呢 要这个放手 不要什么你们都控制 毛泽东同志啊 是这么说的 你要想你要是拉得他越紧呢 他就离你越远 你放松一下他就会向你靠近 这就是辩证法 希望这个苏联同志们多学辩证法 嗯 毛是经常讲这类的话 那他这个 就中国有句 呃成语叫做欲情故纵 就是这个意思 说你要想抓他你先放他 你想让他靠近你呢 你就不要抓得太紧 他自己会靠近你 就讲了这么一番道理 啊 听懂没听懂呢 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呃 大家就接受了中共这个这个意见 啊 那么当时唯一 的这个 还不能接受的呢 就是对这个 洛克索夫斯基的处理 因为波兰人士坚决要把他 这个开除 啊 要拿掉 就不能让他当这个国防部长 一个一个 国家的国防部长 然后另一个国家的人来当 这是成合其统 所以当时 后来这个27号 我看了一个材料 就是毛呢 还接见了这个 波兰驻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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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uous 其中也 也两方面的意见他都谈了 他也是骂了苏联一顿 说他们确实不对 但是呢 你们也不要太过分 啊 指向洛克索夫斯基 能不能就 就让一步 当然这个大使呢 他也没有什么决定的权利 他只是把这个话传递回来 但是波兰那边态度比较强硬 所以最后选举公布 哥姆尔卡当第一书记 那个洛克索斯基 还有其他的几乎所有的亲俗派 都被赶出了政治局 洛克索斯基也被罢名了 这个国防部长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和刘少奇呢 就跟何鲁晓夫说算 这个事就这样 他只要保证不离开社会主义阵营 保证这个不反苏就可以了 同时呢 他要求苏联呢 他说你们最好啊 要搞一个这个 发表一个宣言 以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应该是平等关系 不能再搞这种老子党 大国主义这样一些奉行这样一些政策 这个波兰问题呢 大体上就这样解决了 当然后期 这个还有很多矛盾 因为他们那个波兰人还没来 还没具体跟苏联人谈 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过去史书上说这个刘少奇 在此期间刘少奇还专门去了一次这个华沙 跟这个东摩尔卡会谈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这个说法从何而来的 因为我看那个才能 刘少奇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摩斯科 倒是有一个 何鲁晓夫 因为有一段就是何鲁晓夫呢 曾经求刘少奇 要不然你出面 到华沙去 跟那个哥们尔卡谈 他说我们现在跟他说话 他也不爱听 这个很难谈得通 这个不是刘少奇答应了 但是呢 哥们尔卡没答应 他打了个电报 哥们尔卡说我们正忙 现在接待不了您 您要先别来了 很可能 因为他知道刘少奇在莫斯科 是不是跟何鲁晓夫商量什么 他又不了解 当时不了解中国的立场 中国的立场 那个苏联 不是这个哥们尔卡 他们应该是28号才知道 就是毛跟这个基里洛克 就是波兰大使谈完了以后 28号这个消息传到华沙 他们应该才知道 所以当时刘少奇并没有去 就中国参与处理这个波兰事件 可以这样总结一下 前期呢 是没有发生直接的作用 后期 就是23号以后 何鲁晓夫 不是刘少奇 到了莫斯科以后呢 对于后期 苏联处理波兰事件的 这个整个政策和方针呢 是起了比较重大的作用 因为这里有一个 就是要 整个政治局改选以后的人员调整问题 苏联是不是能够接受 这是这个23号以后 22号以后发生的事情 而在这个问题上呢 中国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就像这个च尔 Toy